所以我们请到薛忠敏老师 请做讲评 老师好 大伟这个歌其实 这个因为是孔康老师写的 孔康老师写的歌 真的是旋律的情绪起伏 写得非常不错的 那我觉得你唱这个歌 第一个我觉得 你其实情绪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的优点 是情绪很到位 大伟有几件事 第一个是 像某些 你 你我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你唱得 很像摇滚乐 很用力 然后后面就变成很小 哇 然后突然又凶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转折点 可能要练一下 因为你其实是有这个力量在 可能我觉得你这一点 可能要再拿捏一下 会对你比较好帮助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丁晓雯老师请 大伟今天选的这个歌呢 其实它整个歌曲的结构 是很复杂的 它有很多转折 然后那个演歌的 味道是很重的 所以今天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起伏的层次 稍微文组组了一点 本来应该是说一个很漂白的 男主角在唱 结果你就唱成比较忧郁小声 所以我觉得大伟呢 有机会回去再重新听一下原唱师 翁立尤老师的唱腔 他这首歌一定唱的叫做 九彎十八拐 一定有那个气口在 喜怒哀乐 要再强烈一点 好不好 大伟 这个绝对会帮助你在歌曲的诠释上面的 情绪的演绎 好吗 加油 谢谢老师 本周《红花叉的》能获得几分呢 评审请给分 这周谢大伟带来的《红花叉的》 孔鏘老师的歌曲可以带来几分呢 7.8 加油 还有没有 89.9 89.9分 谢谢老师 是 好 先休息一下吧 谢谢 谢谢大伟 接下来要介绍张伟松 欢迎伟松 上周唱的